产品标示为中国台湾出产 引发了公投联盟 质疑台肥根本是卖水又卖台 那么今天呢就前往台肥去抗议 民众甚至一度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那么最后在台肥派出发言人承诺 会要求做出改善之后 民众才离去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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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民进申请警方举牌警告 双方爆发严重 肢体冲突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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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具有关股的台肥 在大陆出品的海洋深深水 出产地标示为中国台湾 本着社团率领30数位民众 来到台肥总公司前抗议 不减贡费下台 拿台湾人的薪水 如果要外销美国可以说台湾 美国台湾如果外销日本叫日本台湾 眼间冲突越演越烈 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拿出盾牌组成人肉围墙 严防民众冲进大楼 由于民众一度扬眼 见不到董事长钟荣吉 就不离开 台肥赶紧派员出来说明 台肥公司自己做的产品 保证用台湾制造 美丽台湾 台肥公司投资的公司有十几家 各有各的董事会 各有各的结构 大家现在比较关切的是台海这一块 希望说他一定要在 遵守中华民国台湾的法律 这个产品的标志 要按规定办理 就在台肥承诺会做出改善后 抗议民众逐渐散去 不过一旁的银行 早就因为这场抗议活动 ATM服务区被迫暂停打烊 意外扫点轰台肥 三立新闻张诚 张正龙 SNG小组